靠豪横吃拨吸粉200万 却因脸上的刀疤和断指备受争议 背后经历令人心酸 美食博主千千万 胖龙绝对是最独特的存在 看起来凶神恶煞 实际上却是一个老实憨厚的人 胖龙是河南人 因为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在进入短视频之前 主要从事啤酒搬运的工作 一个月工资仅有2000多 这也导致他的生活并不富裕 直到2020年7月 他开通了账号胖龙的小生活 开始在短视频平台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视频中的胖龙 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大口炫面 虽然不是什么奢华美食 只是一些简单的面食 但不少网友看着胖龙的吃播 顿时食欲大开 而胖龙也是个实实在在的面食爱好者 视频中有和了面 油泼面 倒汇面 蒸面等 不仅如此 胖龙的食量也是惊呆一众网友 一个人吃一大盆面 吃包子时一顿能吃30个 虽然从来没有出现过精致的大餐 有时还是仓促地对付两口 但网友还是非常喜欢 看胖龙大快朵頤的样子 虽然看起来一副社会大哥的模样 但真实的胖龙却十分地善良 和同事一起送货 看到对方满头大汗 他还主动给人带瓶水喝 在路上看到了流浪的小狗 哪怕自己的经济情况并不好 他也会主动收留 贴心地给小狗准备食物 胖龙靠着强烈的反差感吸粉无数 他是全网最凶狠的美食博主 凭借和儿子大口吃肉走红网络 连疤痕和断职惹争议 背后经历令人心酸 虽然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 但胖龙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儿子 在没钱的时候 只要手头宽裕了 儿子回来了他 就会带儿子下馆子吃烤串 也会花几十块买上大块猪肉 给儿子做红烧肉 儿子考试考好了 他想要鼓励孩子 于是带孩子下饭馆 只给孩子一人点 他自己只一碗清汤面 现在生活富裕了 父子两人的生活也好了起来 胖龙时常带上儿子去餐馆吃顿大餐 会花150元买各种鱿鱼 让儿子体验什么叫做鱿鱼自由 花230元买个五斤大羊腿 在羊台给儿子烤羊肉串 儿子想吃牛排了 胖龙就在家自制铁板牛排汉堡 胖龙在尽自己全力满足儿子 不仅要让儿子吃好 在儿子的学习上胖龙也十分上心 时不时还会辅导一下儿子的数学学习 但十字有八字辅导的是错的 网友辣平还是让孩子自力更生比较好 虽然是平淡的日常 却意外吸引了不少粉丝 没想到人红是飞多 走红之后 胖龙因为自己眼角的两道刀疤 和右手残缺的无名指 引起了不少争议 这也导致胖龙的过往经历 一直备受揣测 更多的人开始好奇胖龙背后的故事 比如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带着孩子 他脸上的伤疤 和右手的断指又是怎么来的 只因脸上的刀疤 和断指胖龙的过往 遭到了网友的质疑 不少想象力丰富的网友 开始了奇思妙想 有网友认为胖龙是有前科的社会大哥 进去过如今成了一个普通人 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沉迷赌博 才会失去了手指 因此导致妻子无法忍耐 就抛下孩子离开了 也有细心的网友看到了 视频中晒出了一块光荣指甲的牌匾 于是网友又开始猜测 胖龙可能是退役军人 身上的伤都是曾经执行任务时 与歹徒搏斗留下的 起初胖龙并没有将这些谣言放在心上 直到儿子在学校因此遭到排挤 胖龙才亲自发视频澄清 原来脸上的伤是自己小时候贪玩留下的 而手指是在父亲的工厂里造成的 这也是全家的伤痛 台边是他父亲的 而胖龙的妻子之所以会选择和他离婚 是因为胖龙早些年也曾有过年轻气生不懂事的时候 年轻时候的胖龙 不仅在工作上不知进取 生活上好吃懒做 对待家庭上更是脾气差到不行 家里的活都是妻子一个人干 自己还经常对妻子发脾气 这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而离婚之后 儿子就成了胖龙唯一的动力 视频中可以看出 胖龙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河南发洪水的时候 尽管自己手头不宽裕 胖龙也是积极捐钱援助家乡 为了家庭也开始努力生活 人人都会犯错 但知错就改就是好样的